了解朝鲜历史的人应该都知道 有这么一位国王他已残暴 黄银变态的恶名为世人所熟知 他就是李氏朝鲜的第十任国王 被称之为人间之邪的阎山君李龙 他的生母隐士是成宗的第二任王妃 作为含着金汤池出生的实际嫡长子 李龙自然是继承王位的大好人选 但是李龙的生母隐士偏偏是个促进十足 把丈夫管得死死的女人 经常会因为成宗宠幸其他妃嫔 而一哭二闹三上吊 后来发展到准备设计 毒死成宗宠幸的妃嫔郑昭容 这让作为一国之主的成宗很是不爽 忍无可忍的成宗最终废掉了隐士的王妃之位 并撕死了他 而幼小的阎山君则被真献王后抚养 并且顺利地当上了世子 小阎山君在鬼爵的后宫里慢慢长大 这样的环境也造就了他后来多疑 专断的性格和复仇的强烈欲望 1495年成宗过世 阎山君继位 成为李氏朝鲜第十任国王 这位有故事的国王就开启了他荒唐的君主生涯 刚继位时的阎山君还算中规中矩 打出一切为了人民的福祉的口号 出台了一系列体恤民生的善政 曾经一度获得了朝野上下的好评 然而好景不长 这位君王开始暴露出他的真实面目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当时朝鲜宫廷的两股政治势力 熏旧派与士林派 简单来说 熏旧派夺为建国功臣皇亲国旗 掌握着一定的中央权力 士林派则多是出身于地方士神的精英 主要从事基层研究 宣扬当时流行的性理学 强调通过提高自身修养达到神行合一 构建新的礼仪制度 维持社会秩序 对社会改良抱有一定的理想 阎山君的父亲成宗大王 赌信儒教思想 在位时期扩建了红文馆 完善了朝鲜的三思制度 在选拔路用人才方面 也特别重视儒教学者 士林派正是在这期间 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而阎山君 显然对这套理学不感兴趣 常常和尊崇儒学的官员们发生冲突 不单单对于儒学 阎山君对佛学也开始下手了 他废掉了朝鲜禅宗首杀新王寺 把寺内的佛像移到归岩寺 不仅如此自高丽时代以来 所举行的僧科制也被废制 星天 星德寺相继被分 禅宗 教宗本寺也被摧毁 宗悟也被转移到他处 儒教和佛教在阎山君在位期间 大受迫害 在阎山君继位后 秦旧派与士林派开始明争暗斗 秦旧派指责士林派的史官金日孙 在编写上一代国王的历史 成宗实录时 将金宗致抨击首阳大军 算夺王位的文章 调以帝文纳入实录稿 新旧派污蔑士林派这样做 是不尊重先祖 如果不加以制止的话 下一个北士林派定义为历史罪人的 恐怕就是阎山君您啊 阎山君觉得说的蛮有道理 决意清洗士林派 1498年 阎山君将大批士林派人士 除以死刑或流放 这就是著名的乌武侍货 然而没过多久 阎山君又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夹子侍货 说到夹子侍货的起因 也与乌武侍货有着摆脱不了的关系 士林派被压制后 朝汤失去了监督与之衡 包受的熏旧派 以为的趋役逢迎 放任独烂大权的阎山君胡作非为 而许多良心未明的大臣们 实在看不下去 阎山君的种种荒唐行为 准备提出弹劾君王的动议 军臣间的对立达到一触即发的状态 阎山君自然不是省油的灯 享受着权力美味的他 怎么可能轻易让步 一直在寻找机会压制群臣 1504年 外籍官员任世洪向阎山君敬禅言 让阎山君得知了生物被废被刺死的事实 被积怒的阎山君 开始报复参与其生物案件的相关人员 凡是牵扯上与阎山君生物之死有关的人 一律杀物社 这其中就包括了许多熏旧派大臣 夹字是货比起商字的物是货 规模更大也更为惨烈 阎山君之所以发起这次运动 名义上是为母亲报仇 然而根据当时的历史资料记载 其真正目的就是想要揽大权于一身 不过是一位权力大魔王随手掀起的行风血雨罢了 经过这两次祸端 无论是熏旧派还是失灵派 大家都看清楚了阎山君的真实面目 同时也感受到 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位前所未有的暴君 然而这又不得不从阎山君的酷刑与彩虹史说起 阎山君为了打压朝臣中的异见人士 根据对人体造成伤害程度的不同 发明和创新了许许多多酷刑 比如把犯人绑在烧得通红的铁柱上 严刑逼供 除了可以闻到人肉烧焦味 通常伴随着吱吱作响的破皮出油声 和受刑者发出痛苦的惨叫声 而在一旁的阎山君则哈哈大笑 不出三五分钟 犯人早已烧死在铁柱上 这就是烙讯与炮烙 再者把犯人放置在处刑台上 有施行者用利刃一刀一刀的切斩火铁 一只切到犯人奄奄一息 这种类似灵智的酷刑叫寸战 寸战也要看阎山君心情 万一他要赶时间去后宫玩乐 犯人通常就会被利刀直接剖开胸膛 看看心黑还是心红 判定是否有罪 这种叫着胸 又或者直接开场剖肚 看犯人心肠黑不黑坏不坏 里面是否藏着什么阴谋诡计 这种叫辜负 炎山君性质再高一点的话 下的命令就是死刑 死刑的手段除了常见的次要毒死外 斩首也很常见 偶尔炎山君也会突发奇想 他吩咐行星者 把犯人的残肢抛到大街上 来场销售或者车列秀 赏犯人一个痛快 假如罪人已经去世 炎山君也不会轻易放过 轻则已鞭尸 重则派人到罪人墓前 拆杯瓦粉剖关斩尸 通常还会侮辱死者 打碎死者骨骸烧成灰烬 让风把死者骨灰吹向四处 让其死不得其所 这种就叫做碎骨飘风 可别笑看这个碎骨飘风 在当时社会 它的寓意极深 大地乃万物之根 怎么可能让罪人肮脏的尸体埋在底下呢 把罪人尸体埋葬在底下 不但会污染大地 之后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万物 也会继承起肮脏的养分 伊斯理论 对待前骨罪人最好的处置方式 就是把罪人骨灰 浸散于荒野给动物吃 或者让狂风吹至大海 让这些罪恶的鹰子 消失得无影无踪 罪骨飘风之残酷 让人们闻风丧胆 当时民间也诱人借用此酷刑 来诅咒小人不得好死 民间流传诗云 小人冲在大任宏 前骨兼凶是罪凶 天道好还应有报 从之如骨一挑风 诗中最后一句的如骨一挑风 就是诅咒得势的小人 终又一日会遭到碎骨飘风的报应 由此可见 这种酷刑在当时的威力了 阎山君的这些酷刑 让殿内外的大臣们吓傻眼 即是自己行了端走的症 遇到这样一位暴君就算没罪 在这种酷刑下又能撑得了几秒 夹自失货后 阎山君好像中了魔症 情绪越来越极端 时而哭时而笑 行为举止也渐渐不再受人控制 阎山君除了蔑视儒学打压佛学 创新和发明各种酷刑 最有名的就是她的淫乱世了 史书记载 阎山君曾下令在全国征集美女 入宫培训后成为官绩 为此还专门下令设立了彩虹室 主要工作就是去民间搜集貌美女子 不管女子成年与否婚否 只要模样身材好 全部悉数奈进宫廷 供她玩乐享用 所挑选人数曾一度高达2000多名 而这些被选中的女子 被送往神圣的吉仙殿 这可是当年世宗大王召见群臣 创立韩文的地方 这种荒谬的行为 让大臣们看得目瞪口呆 据痛计 阎山君在位14年间 所拥有的女人 包含打杂公寓在内 超过1000多名 她还特别宠爱 长继出身 号称朝鲜四大妖女之一的张绿水 但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正当大臣们还在担忧 君主是否过度沉溺于酒色 耽误了国家大事之际 阎山君用行动一再挑战底线 她要向世人证明 只有阎山君才能超越阎山君 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把官方认定的国立大学 国子监城军馆 改造成供她打猎的游乐场 但在场内放置的猎物 并非什么凶猛老虎野猪或豺狼 而是如同被采搜入宫的那些美女一样 可怜的秃子也压登笑东吾 阎山君沉溺于打猎的癖好 曾经一首名为汉江船头的诗写道 春天是打猎的季节 夏天也是打猎的季节 秋天也是打猎的季节 冬天也是打猎的季节 谁说只有十月才是打猎的季节呢 可见阎山君爱好打猎的猎性 深深刻在朝鲜人心中 在得知诱人用世宗大王发明的燕文羞辱他 阎山君还颁布了禁言令 下令全国禁止使用燕文 阎山君搭载的失智列车越开越远 最终导致朝鲜国库着金剑肘 民怨四起 然而苛政酷刑就真的能堵住悠悠众口吗 朝廷上下对阎山君荒唐行为 不满的大臣越来越多 就在阎山君灭如悔佛 酷刑关己 尺马狩猎之际 朝廷内外已经聚集了一股反抗势力 他们暗中密谋 正被通过发动政变来推翻这位宝君了 大家谁都不希望有一天 自家的女儿被莫名其妙的彩虹送入宫内 成为官绩任君淫乐 更不希望有一天 这个性格起伏不定 行为乖张的神经病兴致以来 会把自家田地乌社改造成狩猎场 玩起打猎游戏 让众臣更担心的是阎山君所开发出来的一系列酷刑 说不准哪天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往大的来说为了国政安平 往小的来说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 朝廷内外的反对派大臣们 于1506年农历9月1日发动政变 他们率领军队杀死了拥护阎山君的认识红等人 包围昌德宫 驱散宫廷侍卫 同时以成宗一双枕献王后的名义 迫使阎山君交出国王一喜即刻退位 阎山君见大军入宫 还以为是大臣们新开发的游戏 但随着身边的人被一刀一剑的砍死砍伤 阎山君喝得再怎么醉 玩得再怎么嗨 也不得不面对发生在眼前的这场政变 原来这不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搅出国王一喜吧 这是阎山君在位期间 最后一次听到臣子们跟他讲的话 迫于形势 阎山君不得不于9月2日清晨 搅出了代表一国之君的国喜 政变者们随即赶赴到晋城大军的官邸 用户晋城大军为新的君王 这就是李氏朝鲜第11任君王中宗李毅 朝鲜迈入中宗时代 这次政变被后世历史学家称为中宗犯政 废除了王位的阎山君 被流放到江华岛的桥通 两个月后集火攻心病死 享年31岁 朝鲜历史上的四大事祸 有两次发生在阎山君执政期间 其他荒谬的事迹更是不生没举 而阎山君墓最后也从江华岛 一到首尔岛峰区的放鹤洞 阎山君死后近500多年 他的乱国荒唐暴君形象 早已深深地封印在当代韩国人心目中 以这位史上敌乱君为题材 创作的影视作品也不少 最早的阎山君作品 是1961年改编自同名历史小说 由申荣君饰演阎山君的锦山的血 1984年由林英辉饰演阎山君 出演MBC电视剧的朝鲜王朝500年雪中美 1987、1988两年由李大根与柳仁村 分别饰演阎山君 拍摄了电影阎山君和阎山日记 到了21世纪 最有名的就是2006年上映的王的男人 由郑敬勇饰宝君阎山 而根据阎山君时代 搜集民间美女 调教成关记的历史资料 2015年由金刚鱼饰演阎山君 拍摄出奸臣一片 2017年MBC与KBS 也分别以阎山君为题材 推出由金之硕领衔主演的逆贼 投百姓的盗贼 与李东建的七日的王妃等电视剧 由此可见阎山君这个朝鲜历史上的一代暴君 是韩国影视剧永远翻拍不完的题材之一 但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阎山君在剧中形象夺为邪斯底里 勤勉如佛 好色荒唐的人物形象 当代很多学者从这位宝君性格和行为当中 看到如心理狂躁症 强迫性神经观能症 是父恋母情结 心爱中毒症等 试图再一次重新诠释阎山君 阎山君是朝鲜李时王朝27位国王中 伺候没有得到祖宗妙号的两位国王之一 仅能称君外 连他的葬身之地也为木而非灵 足可见阎山君之历史定位了 大家好 我是手毛 欢迎您观看我的影片 喜欢的话可以订阅点赞转发 咱们下次再见